楊賢會做好這份工作的曾蔭權在過去7年施政負貧乏力 無視民間疾苦 令本港貧富懸殊問題有如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曾蔭權05年上任時 本港貧窮人口大約有114萬人 但去到去年上半年已經急增6萬1千多人 突破120萬大關 創下歷年來的新高 至於反映貧富差距的堅離係數 香港更加是超應改美 由06年的0.533 上升去到現在接近臨界點的0.537 遠高於歐美和新加坡 而最窮和極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相差更加高達45倍 觸顯貧富懸殊問題 在貪爭的領導之下急劇惡化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是他提出的扶貧大計可以說是有如指上談兵 廢到無論 例如兩年前宣布成立100億元的關愛基金 和商界攜手扶貧 結果商界反映冷淡 推出的項目不少成效欠佳 另外最低工資立法拖拉5年 家福產被通脹蠶食 基層市民的生活根本得不到改善 至於跨區交通津貼 雖然申請範圍由4個偏遠地區擴大去到全港 但申請單位就由個人改至家庭 申請手續有如查加問責 結果申請人數遠比預期低 有關駐基層的組織直言 貪爭的政策指向大地產商傾斜 是令貧富懸殊家劇的罪魁禍首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